神智快樂心情 參加侯倫國東100全民度運動會 運動完代表選擇 侯倫國中四十一集有年慶正時來電開 等到好情好好也沒有邀請國外貴賓 回來好好追蹤到路列 尤其看到這幾年以來 無關於學科也只是體育 音樂和方面表現勇敢 甚至一年比一年還更進步 很多學友都很開心 也感覺很驕傲 不管說在科展在管越 還有我們其他的國語文競賽 都在同學還有老師的指導之下 都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佳績 八河比賽 管弦列的比賽 包括巧顧球的比賽 都能夠履獲佳績 這一次把最好的成績呈現給學校 這是非常難得的 加油 加油 學生在練那頭上 其他東歐用索子牛 比看漫長快快 不過上世界看 這條索子是牛大叔專用 原來是學校老師 將平常是牛大叔 對本人的道具改良 變成出米競賽比賽行動 路上行舟也是做一些 拔河的基本訓練 然後是從拔河的訓練那邊 演變出來的 這個本來是 拿來練拔河隊當體能用的 現在拿來去的競賽這樣非常好 可以練拔河的技巧 要拔河的 千古 優秘 難 長久 在這動態 競賽以外 同時我由平靜的風靈 中 也看著浩慶這個大日子 在各班級的門口 由學生小孩當手下村人 保底告示 典現學生 藝文的能力 學校這些村連 那並且做一個佈置 那一來是為了慶祝 學校的校慶 讓學校有一個比較歡慶的感覺 那二來呢 因為已經也接近歲末了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 過年的一個氣息在裡頭 塞人分做一座 穿到插帽行路 只不注意過的拔河 最多的趣味 頭過這樣落在的外面 讓全體屬性 不然增加感情 當時也保障背影 團隊合作的精神 現在自己採訪報道